上回书说到王莽临朝了 力部天官窦戎 身为招贤管的郑总裁 出班贵岛 万岁 招贤管得以永世良方 武艺高强颇可重用 请万岁传旨召见 良方现在朝方后旨听宣 好啊 窦老清家免力平身吧 谢万岁 力部天官窦戎站起来 归一般站好了 天方皇往往传下口旨 召见良方 传旨官高声寒嚷 万岁有旨 召见良方啊 传旨一直传到了朝房 良方出离朝房来到金殿 在丹池之下跪着磕头 是肘漆见礼 王莽一看 良方身体雄壮 心里就很高兴 就传下旨意 让良方在殿前演练武艺 良方说自己冠使奉旨金堂 王莽又传下旨意 让御前侍卫给良方拿来奉旨金堂 等奉旨金堂拿来了 良方就在殿前一朝一世的练了一遍 王莽是马上的皇帝 他懂得武艺 看得出来 这个良方受过高人的传授 名人的指教 奉旨金堂抖欢了 有龙吟虎啸之声 不简单啊 良方列满了之后 往殿前衣柜 王莽传旨了 良方 你这武艺如此 可称无敌将了 谢万岁 从这时候开始 人就称无敌将良方 何算 良方这无敌将 是皇上传旨赐的 王莽就跟良方说 良方啊 朕命你到两军阵前杀敌 你可冤枉啊 草民愿望 好啊 朕命你领兵十万 到昆阳城 剿灭妖人刘秀 你能否搬到 草民愿小 传马之劳 良方一听 高兴极了 虽然武考场 没进去 现在万岁 给我十万大兵 有了十万大兵 我何愁不灭刘秀 我灭了刘秀 我立了功劳 就可以光宗耀祖对得起 哥哥对得起嫂子了 良方正高兴呢 力不天官斗荣听了心中一动 糟了 这个王莽要破格路用良方 良方肯定要报答王莽的知遇之恩 在两军将场就对拼命死战 这可对千岁刘秀 汉兵汉将不利 窦天官心中替刘秀担忧 他脑筋转着 他得给王莽坏事 他想着想着 他出班贵道 万岁 难道马城朱佑的事情您忘了不成吗 已有前车之剑 奈何又倒覆辙呀 哎呀 王莽听到这儿手里呼吸 看了看贵道在地的斗荣 心说 窦天官可是我的忠臣 处处为我所想 窦老青家勉力平身 歇万岁 力不天官斗荣这才站起来 王莽不知道窦天官要坏自己的事 还以为窦荣是忠臣呢 王莽琢磨呀 窦天官说的话可有理 这个马城带领五万人马 在激阳关保了刘秀 朱佑带领十万人马 在颖阳也归降了刘秀 十五万大兵啊 带走我十万大兵 刀枪器敏 锣骨帐篷 粮草等下 这刘秀要训练好十五万大兵 得哪天哪月呀 王莽想起这件事就寒心 想起这件事就后怕 确实像窦天官所讲 这是前车之剑 如今这个梁芳是初次见到朕 我立刻传旨 让他带兵十万 有道是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不知 倘若这梁芳也带着十万人马 归降了妖人流秀 正应了窦天官的话 前车之剑诱导覆辙 看来窦天官呐 御事是真有见解 他的话可不能不听 想到这儿王莽就跟窦戎说 清家 你的话非常有理 天官大人 要以你之间 立步天官大人 恭恭敬敬 给王莽身舍意礼 万岁呀 要是身为元帅执掌三军 必须素有声望 尚未君王所信 下位兵将服从 此人才可为帅 梁芳确实武艺高强 梁芳之勇可为先锋 万岁 您另派一素有众望者为元帅 然后兵发昆阳 方可稳妥 王莽高兴 清家只眼深山 立步天官窦戎 一看王莽爱听 立刻就说 伴随 陈院宝 一以人为帅 老清家 你宝何人挂印呢 陈宝 三棋王 苏献千岁 王莽一听 立步天官窦戎 宝三棋王 大刀苏献为帅 心中特别愿意 很赞成 窦天官 二姆诗人 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意思办事 其实啊 这位立步天官窦戎 保苏献为帅 他不是好意 因为窦戎 早就溃透了苏献的心意 这个苏献 是个大大的奸臣 他不忠于大汉朝 他能够忠于王莽吗 苏献保 王莽 弑君篡位之后 见王莽得了天下 九五之尊 万圣之君 他是非常羡慕的 可是 他下了决心了 苏献是有意杀 王莽取而代之 但是 苏献就是没机会 对于这件事 王莽心中也很明白 所以王莽当了大新天子之后 他就不给苏献实权 宁可封他三七王了 你可以吃我王莽的俸禄 你可以养尊处优 我不把兵权给你 我给你兵权 你就会收拾我呀 三七王苏献虽有不臣之志 没有兵权 只是个王爵 也是枉然的 可现在呢 凡是王莽架钱的官员 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 只要是有才干的 苏献他就仇视 想办法陷害 苏献是下了决心了 只要我稍微有点办法 我就把你王莽架钱的能臣 排除一尽 剩下没能耐的 什么时候借机会 我长了兵权了 我就可以夺你王莽的天下 哎 现在就给了三七王大刀苏献机会了 因为刘秀 起义兴兵了 刘秀要灭王莽了 这个时候 王莽跟三七王大刀苏献厉害就相同了 两个人呢 也就只好暂时统一了 现在立步天官斗荣保苏献挂印为帅 正中苏献的心怀 苏献想着把兵权弄到手里 只要出了兵 走在路上 我得给梁芳找个错 借个错 我就把梁芳杀了 谁让梁芳不走我苏献的门路 偏偏找斗荣呢 斗天官呢 他把苏献为帅 正是知道苏献这个人性 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 让苏献借将帅不和 出兵打不了胜仗 把梁芳杀了 去了汉兵的一个劲敌 王莽是没办法了 现在用别人为帅 还不如苏献呢 王莽就问苏献 三七王 啊 臣在 你可愿意为朕出力 挂印为帅吗 苏献赶紧跪倒了 万岁 陈蒙圣恩 为以致三七王 荣耀一击 尽国家有事 臣理应效劳 愿望昆杨杀敌灭汉 王莽高兴极了 立刻传下旨意 就命三七王 苏献挂印为帅 奉梁芳为正印先锋官 戴金牌 刺好无敌将 县令三七王十天之内 调起十万大兵 开往昆杨 去灭刘秀 三七王苏献就传下命令 调动人马准备良详 七八天的功夫 十万人马就调到长安 齐聚在东门之外 第九天正好是黄道吉日 三七王传下命令 拔营起带 大队人马又进军了 苏献就给了先锋官 无敌将梁芳五百兵 梁先锋 你身为先锋官 逢山开路 玉水大桥 进兵昆杨 遵命 就这样梁芳带着五百儿郎 先锋军在前 苏献在后 十万人马 惊奇招战队伍 冲杂 勾奔昆杨 这一路之上 三七王大刀 苏献不约束兵将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那这些当兵的 还不害老百姓啊 所以说三七王 他纵兵 殃民是无恶不作 而且在中途路上 还百般的刁难 无敌将梁芳 想抓个翠儿 把梁芳给杀了 梁芳看破了 苏献的心思 他就低头忍着 梁芳心说 你找我的茬 国法多严 不斩无罪之人 军法多严 不为不亢 你能把我梁芳怎么样 梁芳心想到了 昆杨城跟汉兵汉江 对了敌 到那时候 再看看你苏献城 还是我梁芳城 所以虽然说 将帅不和 就这样一直走到了 昆杨城 苏献也没抓住 梁芳的错 也没把梁芳给杀了 按说呢 行军打仗是有规矩的 兵将到了昆杨 先得安英下寨 一路的劳苦呢 谢兵三天 养足了锐气 才能打仗 这苏献费办事不公 到了昆杨 立刻传下命令 让无敌将梁芳带着五百兵出马 如果齐开得胜 马到成功 必有重赏 打了败仗是定斩不饶 梁芳知道 三七王苏献没安好心 但是他不违抗 马上带着五百先锋军 按照苏献的命令 就杀败了昆杨的南门 往往的大军还没到呢 汉兵的探马 早已然知道了 立刻把这消息 非报邓达帅 邓宇得报了 就跟着汉太子刘秀 带着四位先锋官 还有重赞将 在帅府门前一起上马 勾奔西门登城了望 等到了西门 骑马登城 到了城门楼望西关桥 只见西边盔甲层层 刀枪滚滚 旌旗招战 人马奔腾 十万人马是一眼望不到边 遮天盖地 漫山遍野而来 刘孝一看心中很难过呀 十万大兵触目惊心 军臣正在这关桥呢 有一个兵 跪到在元帅面前 骑兵元帅 南门外有王猛的先锋官 吴帝将两方交战 再谈 这个兵丁退下去了 元帅邓宇立刻吩咐 知之旗牌官 再 点齐三千兵将 在南门里号令 专令 然后邓宇就跟千岁刘秀 带着将士儿郎下了城 上了马购门南门 到了南门里一骑下马 顺着马刀上城 将帅到了城上 往南门外观桥 来了一只王莽的兵将 人数不多 五百 一对躁断色门旗 分为左右 当中将掌旗官 高挑一杆 躁断大稻旗 周围红火样 当中白夜观 黑字 是前不正义先锋官 正当中 斗大的一个字 凉 再看大旗之下 一员大将 人高马大 十分的威风 收拾一条 凤尺金躺 汉兵汉将全都出了事了 一看这员大将 跳下马的身高 足有丈三 投入卖道 好大个儿的脑袋了 绑阔三亭杜大腰圆 黑黑的脸 一身冰铁盔甲 穿青挂躁 身背后五感护背旗 轻缎子飘带 旗子上绣着五个大字 是至人信永住 胸前悬挂护心宝镜 内侠佩戴一口宝剑 与他为两扇 张裙护着腿 遮住马面 一对云根靴 胯下一匹乌锥马 是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袁帅邓宇 跟汉将看见王猛先锋官 这么威风 人人都胯呀 真将军也 邓宇就跟千岁刘秀说 千岁您看 王猛的先锋官 真是威风 这姚琪呢 他是头一次在城头上 关堤撂阵 他不懂 站得高 看得远 远看人小 竟看大 他一听中展将 夸赞王猛的先锋官 他有气呀 他是汉英的先锋官呢 心说王猛的先锋官 会比我汉英先锋官威风 他听到这儿 拔嘴一撇 这就是王猛的先锋官呢 要以我姚琪看 他人赛个猴 马赛个羊 我姚琪叫他坐着死 小子他不敢站着王 姚琪这么一说 这马五正好站在姚琪的旁边 马五一听姚琪说大话 他恐怕袁帅听见 因为你姚琪不是一般的战将 你是四路总业先锋官 甭说挨打呀 就是让袁帅当着重战将 身吃你一顿 你姚琪也寒碜 马五是向着他 就拿着胳膊肘一拐 这姚琪 脸是蒙兄弟吗 那么他拐一下姚琪 那意思你别说了 他是好意 让袁帅听见就坏了 没想到这姚琪他不知道好歹 马五一拐他的脑了 他反而冲着袁帅喊上了 东方王王的新风官 要以我看呢 人塞红马塞扬 我叫他坐着死 他不敢站着王 其实 姚琪头一回说呀 袁帅早就听见了 袁帅心说姚琪呀姚琪 你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我陪着千岁 三入鬼神庄 请礼姚琪 大汉超 无奇不利 母死姚出世 你可是汉英的四路总业先锋官 你是一军之表帅 你怎么在城头上胡说呀 我要是当着重将 身吃你一顿 你脸上也够难受呢 大帅呀 就装得没听见 没想到你姚琪 说什么没完了 嘿嘿 人塞红马塞扬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嗓门越来越大 大袁帅生起了 一回头 摇起马五 陈鹏动帽 四先锋听令 哎在在在 命令四个人 带领四元战将 王伦苏城陪同武汉 率兵三千 到南门外 跟王莽的先锋决战 哎 遵令 就这样四位先锋官 带着四元战将 顺着马刀下城 到城下 龙四江任登 搬杆上马 这马五 跟陈鹏动帽 哥儿仨全都 瞪着姚琪 姚琪看见了 装看不见 是说六什么 了不起的 我带你们哥儿仨 还有四元大将 这八个人出去 骑下火龙关 还不把王莽的 先锋官弄死吗 这时候三千人马 号令了 姚琪就传下命令 让南门的守将 开城防吊桥 守城兵将指挥 兵丁 啰嗦开门 里外城门一开 叨叨叨 三声炮响 三千汉军 冲出昆阳 到南门外 就把阵势裂开了 姚琪马 我陈鹏斗毛 四先锋压住 全军大队 身后是四元汉将 姚琪往对面 再一看着 五敌将梁鹏 哎呦 姚琪可愣了 因为现在 双方都在平地上呢 他一看梁鹏 怎么这么高啊 姚琪就跟马五说 嘿嘿 我说马五 我看王莽的先锋官 怎么又长大了 这小子 是不是随分长啊 马五把嘴一撇 也没瞧姚琪 哎 他也不是鸡蛋 付了小劲随风长 哎 哪位将军出马一战 马五一摇头 先锋大人 我马五可没说大话 姚琪又一看陈鹏 陈鹏也说了一句 我也没言语 杜鹏 杜鹏还没等姚琪说话呢 哎 我也没吹牛 好啊 你们哥仨 用不着挤的我姚琪 我姓姚的 会会王莽的先锋官 哎 我让他坐着死 不敢站着王 这姚琪呀 他说着话 双足异点灯 一颗飞虎铲 马往前一催 是直奔 无敌将梁芳 梁芳一看 姚琪来到马前 呀 奉尺金堂 用手一指 对面汉将通明 哎 我在汉太子 驾前称臣 官北安城 大将军之旨 邓大帅 回下调遣 思路总念先锋棍 姓邀名其 自瘋狂 你就是无敌将梁芳吗 然也 梁芳个瞎子 你有什么出奇的本事 敢撑无敌将 你接爷的大枪 我扎 尤其是抖枪就扎 梁芳用凤士金堂 望出一架 姚琪赶紧把枪往回车 他知道 要是碰上就坏了 两个人二马一怂愣 梁芳用凤士金堂 对着姚琪斜肩带背 嘘 望这儿就砸呀 姚琪急忙用敲招架 就听 梁芳的凤士金堂 梁芳的凤士金堂就砸在姚琪的枪杆之上 咋的是火星乱乱崩 咬琪心说坏了 怎么啦 姚琪就觉得两膀发麻 虎口发烧 我不是人家队手啊 得嘞 马一步 姚琪忘回就败 这姚琪倒好 打了败仗 他不知道寒碜 回到队中 忘回一圈 马他一语不发 这马五就问他呀 哥哥 您不是吹牛说大话吗 说人家梁芳人赛猴马赛羊 您人家坐这死 人家不敢站着亡 您怎么败了 嘿嘿 马五 交朋友嘛 知性者同居 你不是知道吗 我姚琪的话是听也罢 不听也罢 嘿 没能耐 您何必说这大话呢 姚琪跟马五 哥俩一吵不要紧 可把王伦王刚长气坏了 王伦心说 马五 咱们哥俩跟姚琪是什么交情 生死之交啊 你为什么挤得哥哥姚琪啊 王伦想到这儿拍马 宁枪直奔两军阵前 梁芳要大战王伦 下回再说